大家好,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新闻,敦煌阳关林场被剃头式的砍光,这里的林木都是防护林,是库姆塔格沙漠通往敦煌的防沙的最后一道屏障,库姆塔格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里排行第六的,但是它的流动性是第一的,每年以四米的速度向东南扩展,每年四米这只是宽度,你要加上长度呢?扩展的面积也是非常大的。 防护林可以阻止沙漠的进一步扩展,它不能彻底的治理好沙漠,但是先别让沙漠扩展,别扩展在沙漠的面积固定下来之后,你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理。 可是这个口子撕开之后,之前很多代人植树造林等等很多的努力都是白费的,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,也比较心痛的,而且它撕开了宽约五公里的,从库姆塔格沙漠通往敦煌的通道。 那敦煌,对吧,假设呀,它被沙漠不停的往前延展,被沙漠侵占了呢,那下一个呢,它会继续的往下走的呀。 本身西北的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就不是很好啊,这几年治理出了一些成效,但是出现这种反复啊,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,也是非常心痛的啊。 我看了一些的评论,不管微博上知乎上,首先呀,这个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,对吧,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呀,但是很多一棒的就打到村民身上了,这个我是不认可的,因为我也在邻居嘛,这些事儿啦,我是比较懂的啊,虽然我们这里没有沙漠,但很多情形是差不多的。 因为我也看了阳关林场的一些回复吧,首先,砍伐是有采伐症的,但是采伐的范围,都是一些不合格的呀,或者是一些病虫害的树木等等,但是这种采伐一定是扩大的,对吧,很多的采伐是封倒林,虫害林,你假设吧,一片很大的林子,封倒的,有没有啊,有啊,虫害的有没有啊,有啊,但是采伐的目的,显然不是这些封倒林和虫害林,这玩意是不值钱的。 主要还是奔着这些健康的,有经济价值的树木去的啊,所以啊,我看很多都说为了种葡萄啊,啊,或者酿葡萄酒啊,等等,对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经济价值,但是最直接的最大的经济价值在哪里呢? 砍掉的这么大一片的防护林,这些树木被卖掉了,这才是最大的经济价值啊,这个钱才是最大的啊,嗯,对吧,很多不在林区的地方,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采伐,这也是我有时候对程序正义啊,不那么感冒的原因,对吧,你像很多采伐证办理的,是不是按照程序啊,也是啊, 但是你办给我看看,很多的采伐,范围会不会比他采伐证允许的范围大啊,大概率是会的,对吧,很多东西看起来程序比较完美啊,啊,也符合程序啊,但是背后的东西往往不是这个样的,所以这个事情也一样,背后一定是有保护伞的,很多事情啊,不要线一棒子打到老百姓上啊,老百姓,对吧,为了眼前的效益啊,要种葡萄啊,要酿葡萄酒啊, 对吧,不管环境啊,你这么说是不对的啊,也许老百姓有这个想法,但是老百姓是做不到的,无证采伐,老百姓去采伐看看,早给你举起来了啊,对吧,很多事情啊,还是要实事求是的,第二个啊,这个事情啊,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,首先,在2002年,人民网就有报道,在2016年,第七巡视组,也就是环境保护监督组,对吧,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 要求当地给予回复和整治吧,16年到现在了,对吧,还有啊,中国绿色协会,在应该是去年啊,跟阳管理厂就打了官司了,就是救这个事情的,一审结果也下来了啊,我没有搜到一审的判决结果,但是中国绿色协会上诉了,为什么上诉啊,那一审结果显然,不符合中国绿色协会的预期,再加上参考消息把这个事情给爆出来了,对吧,现在, 新闻炒的呢,也是比较大的,对吧,就说这个事情闹大了呀,哎呀,很多时候啊,中国内的很多事情啊,真的是不闹大了呀,真的解决不了啊,你看很多,对吧,很多事啊,都是上微博去反应, 有的时候微博似乎更管用一些,这是客观现实啊,不要否认它,对吧,尊重这个现实啊,才能真正的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,呃,那么再就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来说一下吧,对吧,之前北京的沙震暴很严重,这几年几乎没有了,因为三北防护林啊,但是,三北防护林的建设,需要很多建设人员,需要很多维护人员, 当地,也有很多的群众,对吧,也有很多的乡镇啊,城市啊,等等,呃,你像我们这里也是邻居嘛,靠山吃山嘛,以前经济都是靠森林,其实现在我们这森林保护的也是非常严格的啊,呃,这也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,就是当地的经济啊,是断崖式的,呃,所以,对吧,你就像沙尘暴一样,呃,是保证的很多大城市吧,对吧,但是对很多在这个环境一线的, 不仅仅是民众的经济啊,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东西啊,还是要有相应的补偿的,目前是有,但是非常的低,对吧,你是不足以去生活的,如果是年轻人还好啊,对吧,去大城市啊,但是很多中年人啊,是去不了的啊,对吧,一方面啊,年纪大了,还有更重要的,基本上都是上游老的,有一堆的家庭的羁绊,你也是做不了的,很多东西都困在这里的啊,呃,所以环境保护是很重要的,对吧,但是很多在环境一线的这些人员, 也要好好考虑,好好安置,对吧,毕竟啊,也是损失了他们的经济发展,呃,还有一些一线的呀,就是森林的相关系统的,这个开支是非常低的,甚至长年是开不出支来的,呃,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吧,对吧,环保很重要吧, 但是,随着森林保护起来了,这个是纯投入的部门,它不产生盈利,如果不产生盈利的话,对吧,要钱哪有那么容易啊,很多拨款是很有限很有限的呀,所以在环保重要的同时呢,对很多环保的,对吧,呃,相关的机构啊,相关的人员啊,这个经济的补偿啊, 或者相关的待遇和工资啊,也要做到,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,对吧,呃,很多森林系统呢啊,这个工资是非常低的,呃,有的时候啊,工资低啊,很多人会放弃的,对吧,很多人会抱怨的,那同样也会有一些歪文邪道的事情,这个都是必然会产生的,哎呀,这个说出来啊,还是比较心痛的一个事情啊, 这个就不详细的说了吧啊,其实就像我们很多企业一样,嗯,前一段时间吧,对吧,看了一些讨论呢,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企业不重视研发,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,就是在企业里,企业内部,各个职能部门之间话语全是不同的,在重视财务报表,对吧,股东也是要财务报表的,董事会也是要财务报表的啊,假设我们买了理财产品,你也是重视收益的,重视分红的,那一定是, 财务是第一的,那这种情况下,销售是第一位的,销售是第一位的,销售的话语权最大,销售的话语权最大,那他更重视的是扩大销售,当然扩大销售也会很多烂糕的事就产生了,对吧,呃,这个研发部门呢,因为是要长期投入的,他不产生利润的,所以没有钱,甚至有些研发部门呢,要逼着你自己去盈利,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啊,其实放到森林保护啊,和相关的一些部门呢, 一些机构的配置啊,也存在这个问题,不能说是不存在的,呃,尤其是,对吧,在一线呢,在一些森工啊,当然他还有很多历史一流问题,对吧,以前的工人也比较多啊,很多也破产了,对吧,那么,破产安置啊,又如何呀,等等啊,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非常复杂吧,有些事情啊,说简单也简单了, 说复杂,也是乱七八糟,对吧,一团价糊啊,呃,那么最后一个吧,就是类似的事情,对吧,就像我说采杀证,或者采罚证,对吧,你去按程序办一个,你是办不出来的,对吧,他一定是有保护伞的, 那这里面呢,一定会有政商关系在里面的,呃,我没有具体去查,但是这种事情啊,其实我们知道以前,嗯,以东北为代表很多国企私有化,其实森林,河滩,草原,等等,这些不是企业,但是他依旧是国有资源,所以很多情况都是一样的,资本先进来,然后祸害一通,对吧,优势资产没有了啊,账目一做,对吧,你这个东西就是 是赔钱的,然后低价就收购了,就私有化了,呃,很多森林一样,你比如这一个,对吧,看到相关的报道啊,很多,比如通过火烤啊,或者其他的方式啊,先破坏掉森林,对吧,你看这个森林没有价值,然后再采掉,采掉的话呢,就是一笔巨大的钱,对吧,反正咱先不说落在手里了吧,对吧,这个钱就没有了,然后这个林场就没有价值了,优势的林木都没有了,你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呢,下一步很容易就转为个人的,当然,也有的就个人也不要了,但是, 也是破坏性的,略夺市的,等等,呃,这里面的事儿啊,我觉得,对吧,还是挺大的啊,抛开环保,对吧,抛开这个防护林,背后啊,还是有很多,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啊,也很值得思考的东西,对吧,那好了吧,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啊,其实除了啊,大家就谴责呀,对吧,急待人的努力,为什么白费了呀,你看这个环境保护多重要啊,呃, 这个环境啊,就要破坏了呀,也要考虑,对吧,很重要的一点啊,就是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,尤其是,呃,我举了北京沙尘暴为例子,对吧,北京的沙尘暴是靠三倍防护林,那三倍防护林,对吧,那对当地的,对吧,尤其是在三倍防护林一线的,对吧,这个不管是居民也好啊,还有相关的森林的企业,或者是国有林场,或者其他的也好,呃,这里面的投入啊, 也是严重不足的,对吧,你包括国有林场也一样,如果严重不足的话,很容易产生很多烂糟的事,但这里面一定会涉及到正常勾结的,对吧,背后一定是有保护散的,那好了,这个视频就录完了,喜欢的请订阅一下。 谢谢大家